各位早上好 欢迎大乘 2024年7月7号星期天的风华早班车 我是王峰 所有内地关注禁止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 结束对塔吉克斯坦的国事访问 为中亚执行画上了圆满句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 结束了对塔吉克斯坦的国事访问 启程回国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率 议员上员议长兼杜上别市长鲁斯塔姆 外长穆赫里丁到机场划别送行 拉赫蒙向习近平赠送2014年以来 三次访塔的珍贵相册 再次祝贺习近平对塔吉克斯坦 成功地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习近平指出 在访问期间 中塔两国元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 将会引领未来很长时间 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访问期间 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 中方元塔议会大楼和政府大楼的落成仪式 习近平还向拉赫蒙总统授予了友谊勋章 并邀请他在双方方便的时候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去年1月 中国和中亚五国已经实现在双边层面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覆盖 而这次 中亚两国之行 在哈萨克斯坦达成了数十项合作协议 拓展了全方位合作 中塔关系更是得到了提制升级 相信将会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关系 注入新的动力 凤凰卫视 小文中明亮和有韵 塔吉克斯坦杜上别报道 7月6号下午 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24次会议 并对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国制访问后 乘专机回到北京 习近平在2号至6号期间 出席在阿斯坦那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 并且应邀对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进行国制访问 中共中央政理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王毅表示 习近平开启中亚之行 对引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 深化中国同地区国家慕邻友好 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具有重要意义 五天四夜里 习近平出席了三十余场重要活动 多双边三结合 郑经文全覆盖 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认为此访亮点评出 精彩分成 充分体现了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习近平分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会议 和上海合作组织加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峰会通过阿斯塔纳宣言 和关于各国团结共建公正和睦世界的倡议 关于睦邻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 以及二十六份成果文件 中方愿同各成员和伙伴一起 着力推动上河组织发展成为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建设性力量 王毅表示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西北要领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习近平与托卡耶夫总统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交流 就开辟中哈关系新的黄金三十年 做出新规划达成新共识 两人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数十项合作文件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巩固相互支持 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之后访问塔吉克斯坦 王毅表示 这次访问有两个突出亮点 一是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方圆塔议会大楼和政府大楼落成仪式 二是习近平向总统拉赫蒙 颁授中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 此访期间 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建立新时代中塔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 王毅指出习近平出席上河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期间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与会外国领导人 举行密集双边会见 各方均高度赞赏习近平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系列全球倡议 积极评价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 共同应对挑战 王毅表示 习近平这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有关国家的战略互信 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中国的朋友圈 峰会是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致电马苏德 佩泽西西洋 祝贺他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 中医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 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形势 中医始终相互支持同舟共济 不断巩固战略互信 稳步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并就地区和国际事务 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 既造福了中医人民 也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医关系发展 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 引领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向纵深推进 凤为师综合报道 刚刚在伊朗总统选举当中胜出的 佩泽西西洋6号首次以当选总统身份 发表了演讲 他承诺会继续倾听民众的声音 佩泽西西洋还在演讲当中 感谢了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 称若不是对方的支持 他不会有机会成为总统候选人 根据规定 佩泽西西洋赢得总统选举之后 依然需要得到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 还有哈密内伊的认可 由于邀请嘉宾和筹备仪式需要时间 佩泽西西洋的就职典礼 以及新政府的任命 预计会在一个半月内举行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佩泽西西洋以300万票的微弱优势 成为了伊朗第九届的民选总统 很多民众听到消息之后非常高兴 期待他的上台会给伊朗带来新的气象 选举结果出炉之后 伊朗国内的股市上涨 外汇市场里亚尔增值 显示出了市场的信心 早晨7点 伊朗内政部就宣布了 第二轮总统大选的投票结果 佩泽西西洋获得1600多万张选票 以300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 战胜强硬保守派候选人贾利利 成为伊朗第九届民选总统 不少民众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十分高兴认为他会给年轻一代带来更多好处 不过也有民众比较淡漠觉得 上台都不会改变什么 伊朗资本市场对此消息反应积极 股市翻绿 涨幅喜认 佩泽西奇洋成为新总统 这让很多伊朗民众产生了新的希望 但是也有些民众不以为然 觉得一切都不会改变 现在的伊朗内外交困 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他的新政府会遇到 来自强硬保守派的种种阻挠和限制 他是否能够兑现承诺 不让民众失望 还需要耐心的观察 方卫视 郑开里人穆森 德海兰报道 佩泽西西洋获胜 也让他成为了2005年之后 首位改革派的总统 伊朗的学者认为 这次大选之后 伊朗的对华政策不会改变 但是外交政策上会出现一些新变化 从强硬走向务实 新总统将会在东西方之间 寻求平衡政策 主动缓和和西方的建造关系 学者认为 由伊朗的外交政策框架 是由最高精神领袖决定 佩泽西西洋上台后 也会延续这一框架 会重视发展和中国的关系 但会努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在东西方之间更处于平衡 学者认为,由于强硬保守派掌控议会,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将更激烈,佩泽西齐阳上任后会面临诸多挑战。 学者认为,在加沙战争和地区问题上,佩泽西齐阳会继续伊朗以往的政策,会推动和谈争取达成新的协议。 由于此时正值加沙战争,俄乌战争持续,这次大选不仅微妙敏感,而且将影响伊朗内政外交走向,并将影响地区和世界局势。 福皇卫视李维正看穆森,德海蓝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将会在7号展开第二轮投票,而海外投票在6号就已经率先启动了。 马克罗斯领导的中间派和左翼阵线,这次是联手来对决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那外媒指出,双方的合作似乎奏效,多个民调预测,国民联盟虽然说依然是有机会成为最大政党,但是无法拿下单独阻隔所需要的绝对多数席位。 法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瓜德罗普岛,六日率先迎接选民。 南美的法属贵亚纳,以及法国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属地,也陆续开始投票。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国海外公民投票也有序进行。 纽约市一个票站设在法国领事馆,有选民表示因为忧虑法国的前途而出来投票。 在法国本土,选前一天传统上是静默期,票站人员在做最后准备。 在首轮投票中,只有76个席位直接胜出,所以第二轮投票还有501个席位有待争夺。 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在首轮投票拿下三分之一选票,但随后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 以及支持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超过200名候选人退选,集中票源,令国民联盟的民调优势持续萎缩。 伊普索最新民调显示,国民联盟级盟友预计将赢得175到205席位, 左翼新人民阵线预计将获得145至175个席位, 而总统马克龙的阵营预计将获得118至148个席位。 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远低于绝对多数所需的289席, 也低于过去三天其他五家民调公司给出的区间。 法国极右翼走进逐流,引起欧洲国家的警惕。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支持法国左翼联盟, 成为最新一位直接就法国大选表态的欧洲领导人。 桑切斯说,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正在将它们的框架强加给传统右翼政党, 其中包括反对移民、性别平等和应对气候变迁的言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关注时事要闻,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湖南岳阳华融县洞庭湖一线堤坝在5号下午发生了决堤之后, 国家防办还有应急管理部权力支援, 投入了近百台装备,夜以继日在左右两岸同时封堵。 截至6号晚上的8点钟, 洞庭湖226米绝口已经封堵了66米, 预计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将绝口完全地封堵。 6日夜间,洞庭湖绝口封堵合农工程夜以继日进行, 施工现场一片灯火通明。 湖南武警官兵利用水上应急救援作业船、 运输纱带等封堵材料。 抢险人员采用人歇、机器不歇的导搬制度, 争分夺秒地开展封堵工作。 目前,汇口已初步完成裹头枪堤, 有效提升封堵合农效率。 除了紧急封堵绝口, 守住两道重要堤防之间的建堤也至关重要。 从7月5日夜间到7月6日白天, 消防武警和民兵部队不间断加固建堤, 运送抢险物资, 沿堤全面布好带装杀卵石, 引水面铺好彩条布或土工布挡水, 保护建堤, 坚决不让洪水冲破第二道防线。 许多抢险人员在忙碌多时候, 累得直接在现场袭地而睡。 洞庭湖决堤风堵工作, 面临着溃口大、 水微深、物料来源困难三个考验。 此外, 抢险人员还要克服雨后转热的高温。 不过, 目前的晴天天气、 平缓的水流, 以及较小的上游来水量, 都有利于风堵工作的开展。 据悉, 五日险情发生当晚, 附近约五千名涉险群众就已全部安全转移。 目前, 华中设置了四个安置点, 五千个家庭应急包已被紧急增调至当地, 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 此外, 距离洞庭湖不远的平江九峰水库, 六日也出现渗漏险情。 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抢险, 以组织转移群众一千余人。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湖南华融县团州苑洞庭湖一线堤坝, 在五号下午发生决堤之后, 武警部队和救援队正在开展封堵的作业。 应急管理部表示, 预计六到七天时间之内, 能够完成洞庭湖决堤溃口的封堵任务。 我先位置是在湖南华融县团州苑洞庭湖一线大堤的决堤的现场, 而我身后就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武警官兵, 以及武警的挖掘机, 还有大部分大量的卡车装卸着这些沙石在向这个决堤的断口进行一个倾倒。 在洞庭湖一线堤坝决堤现场, 窥口处内外水位基本持平, 水流流速也趋于平缓, 目前正在进行堵口作业。 九国风堵呢, 我们采取的战法是机械双向力堵, 加上水上抛头的战法来进行。 目前呢, 我们已经进行了裹头, 进行了双向近战, 同时呢, 对整个作业所需要的物料设备, 进行了全面的规划。 救援队说, 窥口大, 深度深, 需要物资量巨大, 是当前主要困难, 正在逐步理顺提升施工效率。 从目前进入情况来看呢, 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呢, 目前现在的通行条件不大理想, 导致了我们整个强险救援的效率的降低。 在政府的协调帮助下, 目前这些问题呢, 都在逐一克服。 据了解, 目前窥口左右两侧溃坝固定工作已经基本实现, 下一步的主要工作计划是从溃坝固定处开始, 逐步向内推进封堵, 直到实现合拢。 目前湖南省岳阳市累计调度各类救援人员2300余人, 并紧急从华融周边县、市区、常德、益阳、长沙等地, 调拨5.56万吨快食。 凤凰卫视周月韩王磊, 湖南洞庭湖报道。 英国工党上台执政之后, 新任首相斯塔莫在6号和内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斯塔莫在会后宣布将会撤销上届政府把非法移民送往卢旺达, 这项具有争议性的计划。 他同时表示,会走访苏格兰等私地和地区官员会面, 并会出席9号在美国所举行的北约峰会。 斯塔莫与新内阁成员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首次会议。 新内阁成员共有25人, 当中11位是女性,是历届政府最多, 包括工党副党魁雷娜出任的副首相。 而英国央行前经济学家45岁的李福斯, 成为英国历来第一位女财政大臣。 他上任后向财政部员工表示, 新政府的核心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 斯塔莫的新内阁班子差不多所有人均毕业于公立学校, 有别于保守党的精英路线, 阁源传统上多数来自私立名校。 斯塔莫会后宣布, 撤销保守党此前提出将非法移民送往卢旺达的计划, 指计划未能遏制偷渡潮。 保守党将非法移民送往卢旺达的计划, 因涉及人权问题一直遭到国际人权组织非议。 他并宣布计划7日起前往苏格兰, 北爱尔兰、威尔斯等地区与当地首席部长会面, 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 并于9日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而在国防外交方面, 斯塔莫承诺会把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作为国防预算。 他又提到, 已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电话, 表达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在伦敦专部, 超过1万人参加游行集会, 声援巴勒斯坦人, 他们呼吁斯塔莫的新政府积极推动加沙立即停火。 新任外交大臣拉米在访问德国期间强调, 将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以哈停火, 以及释放被扣押的人员。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大选程碍落定, 斯塔莫也对俄乌冲突立场做出了表态, 他保证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对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 不过,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没有祝贺斯塔莫, 反而是向英国右翼改革党的领袖, 法拉奇送上来祝贺。 将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 五日在自家设媒平台, 祝贺英国右翼改革党领袖法拉奇, 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 特朗普形容, 法拉奇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在本次大选得票超过400万, 在各党中排行第三。 但因为小选区制度, 大部分候选人高票落败, 最终只赢得五个席位。 法拉奇在选举结果公布后说, 英国政坛中右翼存在巨大缺口, 他的工作就是填补着缺口, 并形容本次大选可能是保守党末路的开端, 他此后会将把批评的目标转向公导。 曾历经七次竞选失败的法拉奇, 最终在第八次当选。 他是英国脱欧领军人物, 政治立场被视为接近特朗普, 既反欧盟也反移民, 被认为是特朗普的长期盟友。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与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通过电话, 祝福斯塔默成功实现英国人民的期望, 并感谢斯塔默保证英国支持乌克兰的原则不会改变, 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的支持。 泽连斯基表示, 他和斯塔默已在7月9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 协调了双方的立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薛英伦的以哈冲突即将踏入到第10个月, 至今死于战火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超过了38000名。 另外,哈马斯据报已经初步同意了美国所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不再坚持, 以色列在签署协议之前承诺永久停火。 不过, 乌军则继续展开轰炸, 加沙中部努塞赖特的一个联合国学校遭到了攻击, 至少有16人死亡, 75人受伤。 乌军空袭过后, 现场一片混乱, 有人受伤, 口不流血, 其他徒人就四散逃命, 地上满部瓦砺碎片, 没有受伤的人就走到现场拯救受伤的同胞。 预袭的是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一所联合国学校,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说, 学校内有约7000名流离失所的民众, 已军指有哈马斯武装分子藏匿在学校内, 甚至把学校当作指挥中心, 因此实施空袭, 事前已采取多项措施, 减轻对平民的伤害。 伤者不断送到医院抢救, 当中有不少青少年甚至儿童。 自去年10月, 新一轮巴引冲突爆发以来, 当地的难民营内已经有超过17所学校和难民中心等设施, 遭到以军轰炸。 整个加沙地带则有超过3.8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8.7万人受伤。 新一轮引荷冲突即将踏入第10个月份, 停火依然遥遥无期。 据哈马斯高级成员透露, 哈马斯已初不同意美国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不再坚持以色列在签署协议前承诺永久停火。 双方将首先实施为期六星期的全面停火, 其间哈马斯将释放部分被其扣押的以色列人质, 包括妇女、老人和伤者。 以方则将释放数百名被其扣押的8人。 以军还将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地区, 并允许8人返回加沙北部。 在第一阶段停火期间, 以哈双方还将通过调停方, 继续就第二阶段停火进行谈判。 据匿名以色列谈判代表透露, 以哈双方有可能最终达成停火协议。 埃及媒体引述埃及官员报道, 以色列及美国的官员将会到当地与哈马斯举行会谈, 商讨有关停火协议的重大议题。 美国国防部则发表声明, 表示防长奥斯汀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电话, 美方敦促以色列缓和局势, 并支持其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 以解决加上冲突。 防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6号下令, 撤销军用制服使用的期限, 涉及到60余万顿巴斯战区人员的服装费用, 被视为是别洛乌索夫上任之后, 重点关注军费开支的一项举措。 根据俄罗斯联邦2024年4月5号修订的, 关于联邦国防部军官士兵和文字人员服装规定的第5号规定, 确定了俄军被装的清单, 这包括长服、礼服、坐训服等46项服装供应的标准。 售10个被装的项目中, 过去特定服装换发期限从1年到15年不等, 这项规定还著名了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的合同兵和外国的合同兵, 其中规定了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签订合同的, 士官、军士和士兵的被装供应标准, 其中包括戴耳罩的帽子、 背雷帽、鸭舌帽、半季节的夹克、 T恤、围巾、鞋子、袜子等, 腰带为5年一换, 衬衫为3年, 坐训服为2年, 包括礼服和东装等, 这些费用大约每人为10万卢部上下。 俄罗斯媒体表示, 此前,除俄罗斯正规军外, 在顿巴斯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的合同兵员达到50亿万人, 这些人的服装大不需要自购, 过去这笔费用的流失, 也是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据悉,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 已经折成审计和军事检查机构, 组成纪律和审计部门, 目前正在顿巴斯战区工作, 其中焦点聚焦在马里乌布尔重建的项目上。 据电报频道的信息, 过去有关顿巴斯战区的所有项目, 均有一家俄国私有银行、 阿尔法银行独家控制进出账, 而银行支付给建筑公司的正常费用, 基本上要拖上半年以上的时间。 本周五,俄罗斯储蓄银行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央行之一, 已经在顿尼茨克市开设了总行。 马里乌布尔,俄罗斯政府目前拨出了相当大的预算外的资金, 对马里乌布尔的重建, 包括对东欧一些战后城市的重建工作, 是正在开展之中。 马里乌布尔作为顿巴斯中线以及南线的这么一个集散中心, 这也是俄罗斯政府目前重要要恢复的重点的建设区域之一, 包括斯塔尔钢铁厂, 包括伊里奇钢铁厂等等的一些重工业的企业, 目前也是在逐渐的恢复之中。 7月6日的前线军事的态势, 在顿尼茨克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恰索夫雅尔南裔20公里的纽约村, 并进行战斗。 纽约村是乌军进攻顿尼茨克最重要的战略的支撑点之一, 其向西发展是乌军重要物质集散地区巴克罗夫卡斯, 西南的432公里便是克拉斯诺格罗夫卡市, 目前市内正在发生激烈的巷灾。 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调动预备力量加强置身的实力, 俄军继续在这个方向进行火力侦察。 据现场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南的区域俄军的冲锋队进行炮火的拦阻。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上周对尼茨克战线是俄军战果较为明显的战线, 乌军被迫弃棄守了阿富杰伊夫卡市方向第二道防线的新亚历山德罗夫卡, 从而俄军将奥切列亭司机突出部, 扩大到了阿富杰伊夫卡的西北部, 位于新沃肖罗夫卡第三道防线的新波克罗夫科耶也被俄军控制。 现在,两军新的前沿, 沿着新波克罗夫科耶、乌曼斯科耶、内塔洛沃县进行延伸, 乌军失去了众生从5公里至15公里不等。 目前,俄军敦尼茨克北线的两个突出部, 即纽约村和卡洛夫卡市郊区已经发生战斗。 凤凰威士卢语光,伊万·阿拉曼·乌拉特,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6号访问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举行会晤, 强调双方要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同时也强调西班牙在罗马尼亚部署了5架欧洲台风战斗机, 是对于北约东义安全的承诺。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访问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与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举行会晤, 共同探讨两国在欧盟和北约框架下的共同议程, 并一致认同继续加强西班牙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谈及乌克兰局势, 桑切斯强调了西班牙对北约东义防务任务的承诺。 根据西班牙国防部的信息, 自今年4月起,西班牙在北约框架下, 在罗马尼亚境内, 位于黑海西岸康斯坦查的米哈伊·康斯坦地内斯库空军基地, 部署了5架战斗机和一支由西班牙空军飞行员、 机械师、枪械制造师等近60名军人组成的先遣队, 旨在加强北约东义的防空和空中能力。 到目前为止, 西班牙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临近乌克兰边境的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北约东义国家, 已经部署了超过2000名各军种军人, 并执行北约在这些地区的防务目标。 自2014年的俄乌冲突开始, 至今的10年间, 西班牙在北约框架下不断加强在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东义国家的军事部署。 西班牙在东欧部署兵力最多的国家是斯洛伐克, 有700多名军人和大约250辆战车, 罗马尼亚是由西班牙军队进驻的最新国家。 凤凰卫视陈云, 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韩国总统以西越本月将会签网到美国参加北约峰会, 那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外交安保特别顾问, 严氏大学教授文正仁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 美国主导打造亚洲般北约, 批评这是在分裂亚洲国家, 在亚洲制造冷战。 基本上是, 南部应该对中国与美国的角色,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美国的兼项。 韩国朝鲜的特殊关系决定了韩国难以有空间去调解中美之间的关系, 韩国只可以作为中等国家的议员去参与中美关系的调解。 但是韩国总统尹西越即将到美国参加北约领导的峰会, 韩国总统尹西越即将到美国参加北约领导的峰会, 韩国人说自己当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那是不选择的。 甚至美国也不可以帮助美国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来到这里呢? 可能他们想到日本、南韩国、澳洲、澳洲、澳洲来到美国来帮助他们。 因为南韩国是澳洲国, 我们是黑人。 为什么我们要去美国? 我们要成为美国的支持者。 我不会作为一个犯罪的论词。 我说的是有很大的差异。 韩国人接受采访说美国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为了包围中国。 在游战时期看到美国的领导,中东的领导,中东的领导,东南的领导,南太平洋的领导, 南太平洋的领导和领导, 中国的领导,南太平洋的领导, 南太平洋的领导, 中国的领导和领导, 中国的领导, 领导, 朝鲜不断推动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推动要建设的是朝俄同盟。 韦正人认为, 接二连三尝试与美国改善关系都畏过之后, 抓住乌克兰危机创造的机遇, 发展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使任何人站在了朝鲜位置上都会做出的必然选择。 虽然有人指责俄罗斯和朝鲜是在加速冷战格局的形成, 韦正人强调, 不要寄希望于任何的国家以损害自身的利益去成就所谓的大局, 区域内的大国要站出来行动起来维护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大局。 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好,稍后我们关注香港,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严厉谴责美国驻港总领馆, 肆意诋毁香港民主状况。 针对美国驻港总领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通过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之际借机炒作, 肆意诋毁香港民主状况,攻击中央对港政策。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予以严厉谴责。 发言人指出香港民主人权状况如何,香港市民最有发言权。 国际社会也有公论,在香港国安法律护航和新选举制度保障下, 香港呈现良政善治新气象。 市民享有的各项权利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 一国两制实践重回正轨。 香港在权威国际机构的各项排名中依然名列前茅, 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各国商界对香港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发言人强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和可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 120多国积极评价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美国驻港总领馆罔顾自己国家的民主乱象和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 无视香港发展现状和国际社会主流共识, 再次对香港事物说三道四, 充分暴露其见不得香港好的阴暗心理。 奉劝美国驻港总领馆趁早放弃以港恶华妄想, 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2024年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论坛在香港互展中心举行。 另外,由香港教练会和中国宇航学会合作打造的全港首个香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也举行了启动仪式。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论坛今年踏入第四年, 以弘扬科学家精神逃出新时代动员为主题。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嘉超通过视频致此表示, 特区政府已公布新的小学科学科课程, 加入了关于国家航天和创新科技课题, 让学生从小培养对太空探索的兴趣, 并建立与航天有关的科学知识基础, 更好地联系到中学以及专商院校的新闻课程。 国家航天系业一日千里, 特区政府与国家航天教育为载体, 通过有机结和机人联系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我希望让更多学生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 将来为国家的航天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一、启动。 另外,由香港教练会与中国宇航学会合作 做打造的全航首个香港人听科普教育区域, 登天已举行启动仪式。 仪式特邀中国航天员刘洋视频致词, 刘洋表示自己是赶上了好的时代, 有机会乘着社会发展的势头施展才敢。 时代的机遇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而止。 1997年,我读高三,正值我们国家时隔八年之后, 开始招收新中国的第七批女飞行员。 我一路过关斩将,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如果没有时代的进步,没有祖国的强大, 没有载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的梦想又怎能被点燃。 刘洋呼吁香港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 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勇敢追梦, 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凤红卫视王金璐香港报道。 香港大学精管学院涉嫌学历造假的学生人数, 可能会继续上升。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给黑中介支付了高昂的中介费。 有教育界人士就提醒申请者, 造假行为是刑事犯罪,千万不要以审视法。 港大事件中,在目前30多名学生造假的基础上, 不排除涉嫌造假的人数, 会继续上升至近百人。 以涉嫌使用虚假文书的罪名, 香港警方已经拘捕庶名人士。 有网友甚至评价,花费一百万入学即入狱。 都很海鲜价的, 他们很多时候几十万, 甚至一百万都有。 可能他们所谓的保障方法就是去修改学生的一些文件。 千万不要相信一些中介的宣传, 比如说绿色渠道、特别通道这些字眼, 都要小心一点。 有中介提醒, 无论是香港还是海外原校, 即便侥幸获得入学的资格, 哪怕是已经闭了业, 一旦被查出后, 最起码也要被取消学位, 留下黑历史,得不偿失。 有教育界人士也再次提醒学生, 不要以身视法。 在台湾云林县抖六市, 在6号的下午发生了鹰架倒塌的意外, 两位工人送一部照片。 在台湾云林县抖六市, 在台湾云林县抖六市, 在6号的下午发生了鹰架倒塌的意外, 两位工人送一部至, 另外有三名工人头部受伤。 县府已经热临停工, 确切事故原因还是有待理清。 事发一刻,云林县抖六地区下大雨刮起强风, 有7层楼约21米高的鹰架倒塌, 大量残骸从天而降, 倒塌面积280米, 5人被砸中, 其中一男一女头部重创, 送一抢救宣告不至。 云林县消防局6日下午4点12分接获通报, 出动11辆消防车, 38人前往救援。 现场一度有10人被困, 但没有受伤, 在协助下顺利脱离事故现场。 涉事的福茂科技公司是台塑关系企业投资创立, 在云林建厂28年, 去年11月扩建第五厂区厂房, 工程进度已经来到77%, 当局已勒令厂房停工, 如果违反职安法相关法规, 最高罚30万元台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更多的国际防部消息。 苏丹政治和民间力量会议6日在埃及开罗举行, 讨论结束苏丹武装冲突等问题。 这次会议为期两天, 由埃及政府主办, 来自苏丹部分政治团体、民间和社会力量, 以及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区域和国际组织的数十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但苏丹交战的双方, 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则没有派代表参加。 埃及外长在会上就呼吁苏丹冲突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他强调, 苏丹武装冲突的解决方案必须在尊重苏丹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苏丹内政的原则框架内进行。 去年的4月15号起,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图木爆发了武装冲突, 随后也蔓延到了全国其他地区, 并持续直进。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 日前召开的第三届卡塔尔多哈阿富汗会议, 对于解决阿富汗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具有积极意义。 会议成果也体现了多国对于阿富汗的支持立场。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对第三届多哈阿富汗问题会议持乐观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 塔利班临时政府代表同包括中美在内的20国特使举行的会谈, 对会议在支持阿富汗方面的进展做了积极评价。 木杂希德还进一步称, 塔利班代表在同美国特使举行会谈期间, 双方还提到了交换囚犯的问题。 表示目前有两名美国公民被关在阿富汗的一所监狱, 而阿富汗也有公民被关在关塔纳摩监狱。 双方都同意将共同解决互换囚犯的问题。 木杂希德还坦言, 此次多哈会议期间, 与会各方并没有讨论成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女孩教育或包容性政府等议题, 但透露美国、德国等国有意寻求在喀布尔重新开设使领馆。 富汗卫视记者张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宝,报道。 意大利其中一座最活跃的火山,斯特隆伯利火山日前喷发, 但是游客没有害怕当局发出的最高红色警告继续观光行程。 斯特隆伯利火山6号继续喷发, 由火山的碎屑雾不断掉到海里, 而在岛上的游客则不害怕当局所发出的红色警告继续乘坐观光船出海, 观赏火山喷发的奇景。 有游客说,火山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具有吸引力, 让他们整天都在观察喷发活动。 意大利的民防机构在4号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告, 指火山喷发的情况可能会恶化。 当局也正在密切地监视, 并确保疏散计划准备就绪。 消防部门也在岛上增掉了一倍的人手进行戒备。 西班牙一年一度的奔牛节6号中午, 在北部的潘普洛纳正式拉克威幕。 在潘普洛纳的市政厅广场, 在6日一年一度奔牛节开母当天, 万人空巷, 前来参加奔牛节的人们几乎全部都穿上白色上衣, 及相机红色围巾, 广场变成一片红海。 兴奋的人们都在等着中午12点的外邻。 外邻外来说她衔朕加藏 距离正式开幕的时间越接近, 广场上的参加者情绪越发高涨。 随着烟火的点燃, 象征一年一度的奔牛节正式展开, 正耳欲聋的欢呼声 响彻整个市政厅广场 每年7月在西班牙潘普罗纳 都会举行又称为奔牛节的 圣菲尔明节 是西班牙最著名的传统节日之一 按照传统 今年的奔牛节将从7月6至14日 潘普罗纳市政府为本届奔牛节 制定了包括传统的奔牛运动 音乐会 樱花节等多项传统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